高雄市长韩国瑜昨天深夜以标题 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为题在脸书抛文 内容写下过去两百多天我哪里是什么神话 最多就是各方狙击好手的赏金猎物 始终相信政治语言为真不破 更提到不久前还在为选择哪一个太阳左右为难 谁知道现在却升级到怎一个男子了得的地步 由于他今天将北上跟国民党主席吴敦毅见面 因此这篇po文的用意格外引人关注 不过韩国瑜强调po文是因为心有所感 要支持者再给他一点时间 更开玩笑地说他每天都被抹黑 要吃吞黑激素来去黑了 内心现在面临所处的状态以及压力 希望支持韩国瑜能够了解 能够多给我一点点时间观察 高雄市长韩国瑜29号晚间再度在脸书发文 说自己就像赏金猎物成为各方狙击目标 看似对身处环境的无奈 但po文时机点选在30号武汉会前 时机不免引人联想 不过被追问韩国瑜先来个四两过千斤 我现在早上每天好像都要吃一个退黑激素 把那个抹黑给他退掉 因为像这些 然后最后还是希望支持韩国瑜能了解 目前我所的处境 韩国瑜以几句吞黑激素的玩笑话带过 还要支持者再给他一点时间 是不是真的在武汉会后有重要宣示 韩国瑜再度卖关子 这玩意是不是就有重大表战 我们到了下午就会知道 感谢大家关心 而近来韩国瑜竞选高雄市长期间 竞选经费达纳来备受关注 虽然29号他已经公布细项 不过外界还是聚焦四千万 有媒体人爆料四千万的经费 其实是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要用来竞选总统的预备金 先挪给韩国瑜用 不过他也正否认 绝无此事 我再说一遍绝无此事 那类似像这样子的政治献金的部分 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以后我就请我们新闻局局长来答复了 因为今天冒出一个人 明天冒出一个人这样讲 没完没了 我讲得非常清楚 关闭之后党中央又来记了 大概一笔款项 我们不要了 我们就把它退回 这一点我必须要澄清 韩国瑜说 政党给的竞选经费 就是29日公布的10万 大概占0.1% 而主要的经费是花在竞选文宣上 他坚持自己打选战 就是一瓶矿权税 记者松一转庄机为高雄报道